聖經希伯雷書 鄧姊妹 早晨 今天仍然帶著歡喜快樂 能夠享受尚女士 來和弟兄姊妹一起 來到神的懷疑裡 彼此的學習 彼此的建立 我們仍然來打開聖經希伯雷書 第一章 今天想和鄧姊妹 在希伯雷書第一章的第七節和第八節 來到聖經中 我們來鼓勵和合集 我先來到希伯雷書一章的七節和八節 輪到使者又說 神以風為使者 以火炎為福益 輪到指卻說 神啊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覺權是正直的 在聖經中的七節和七節 第七節的經文裡 一開始又說 輪到使者又說 神以風為使者 以火炎為福益 在聖經中的使者 我們曾經跟鄧姊妹有分享過 天使其中的一個稱呼使者 或者說是夜禍華的使者 神以風為使者 這章給我們知道 代表著這個使者 或者天使的行動 由於風一般的迅速文節 來去無蹤 雖然是這樣 領姊妹我們都知道 天使有這樣的能力 但仍然是受神掌權的裏面 火炎 那時候我們所讀的聖經 火炎是代表在神屬性裏面的 所要提的就是一種的聖結 是燃燒罪惡的象徵 聽命神 天使聽命神 受神差遣 服從神實行 在主自己執行的旨意裏面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 剛才我們所讀的聖經 104篇第四節 我要從詩篇再看一看的 104篇第四節 詩篇104 我們打開 第四節 就是剛才我們所讀的 《希伯為書》第七節裏面 《希伯為書》第七節 《希伯為書》第七節 《希伯為書》第四節 我们讲到这一个天使都是在主自己的掌权里面 天使就是服役的天使 受上帝受全能神所差派去完成神心意的使者 第八节和我们讲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度是正直的 我就是印印荣的圣经 也在诗篇四十五章的大陆节 于是讲到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远远的 你的国度是正直的 有诗篇一八零三同样 读十九节那里面讲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包括上帝统管的天使之所创造的天使 甚至所讲的这些书呢 你的宝座是永远远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正直代表了 就是不歪曲 这个真理的国度 同样讲的就是这个神的国 基督的国度 在这个权柄所读的里面 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度 神的国度 正直的反方面来看 就是诡诈了 歪曲狡猾 有一个歪曲狡猾 奸诈的国度 就是撒旦的国度 那么今天呢 我想特别在这个大八卷的书呢 讲到上帝宝座的国度里面 是正直的 另外看一个反面的 就是有一个 诡诈的国度 而是上帝很清楚让我们知道 在圣经所记载的里面 有一个神的国度 同样的 有一个黑暗的国度 圣经很清楚记载 让我们知道围绕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时空里 有一个黑暗的国度的存在 也都是我们所知的 这个就被俗称为撒旦的国度 他与神的国度呢 就是上上对立的 好了 今天我们特别地 在这个黑暗的国度去 来到 不如 形式 来到大约的圣经的观点里面 去形式这个撒旦的国度 黑暗的国度的王是谁 是撒旦 他是三分一天使里面 所堕落的天使 撕独圣 这个堕落的天使 都是包括在上帝的创造里面的 这样呢 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 这个沙旦 或者是说 这个背叶天使的王 自封自己为神 高升自己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章十四章 我们读一读 看一看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章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中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柱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 或者说至高者同等 这个就是撒旦背叶 这个心意 堕落的行动 今天透过这个 要和大家 弟兄姐妹 来到参考 认识这个黑暗的国度 重点呢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要弟兄姐妹 不要忽略 这个黑暗的国度 因为的确确 圣经跟我们说是存在的 但是也都没有过分 强调 撒旦的国度 强调 特别强调 撒旦的活动和能力的里面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小心 就不知不觉的 后知后觉中 就高举了撒旦 撒旦 亦都是说 博乐的天使在上帝所创造的 在我们要第一件事 要大家明白的就是 而不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特别创造沙旦 以至创造沙旦来搞练这个世界 不是的 上帝的心意 创造天使 是服役的天使 是来到服侍我们的 在这个沙旦的里面 是因为他有自治权的缘故 他选择背异神 摄独身 因此他堕落的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略略找到一些资料 就是沙旦的起源 沙旦本来是天使 我所说的 但是一直堕落了 但是沙旦也是一个灵 沙旦的这个沙旦 他有一个名字叫做 Lucifer 原意的意思是光明的天使 这个意思 Lucifer的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天使 他拥有这个光明的天使 有很多时候 沙旦会显现他自己 假装 或者装扮他是一个天使 是一个光明的天使 但是呢 其实呢 他是在那里偽装 在那里来到欺骗人类的 也是在以赛亚书 又给这个Lucifer 另外一个名字 一个意思就是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 他是明良之色 这个沙旦的起源 他就是 他将自己的宝座 他是神赐留在宝座前的 这个圣山上的 另外一个的 他的遗份是什么呢 基努柏 基努柏就是很靠近神的 福事神的 敬拜神的那位 他是响以西诀书 十八章十四节 和十六节可以看到 神做这个天使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 去堕落后的沙旦 是要将他开始的时候 神的心意 是要把音乐放在他的里头 他是领导天上敬拜的 那一位 在以西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 可以看到 那沙旦 我们再清楚一点 就是说的时候 沙旦被定罪的理由 是什么呢 是因为 神所赐给他的智慧 高没去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美丽的一面 但是因为他骄傲起来 所以呢 是被定罪的理由 他高举自己 他要自己来到高在这个至高者的上帝里面 一起来到错识 这个是高举自己 他所犯的错 他以我 他以自己的自由意志 来到敌党神 我曾经跟杜兄姐妹说过 天使也有自由意志 所以呢 他是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 换句话说 他选择 他特意来到敌党神 因此他被定罪的理由 他故意不住在真理的里面 他认识真理 他明白真理的 但是呢 他却要做偷撤失害 毁坏的事 毁坏哪个呢 毁坏我们人 毁坏我们神帝所创造的人类 他是罪恶之缘的化身 他呢 敌党神的 他一面是敌党神的 他梦有神的智慧 但是他用了神的智慧 去败坏 来欺骗人 撒旦堂落后呢 他所怀的个性呢 其实呢 总结来说 他是一个破坏者 反对者 对抗者 控诉者 诽谤者 背叛神 迷惑人 欺骗人 引人 入死亡的歪里 与神的关系 带来破坏 那一位 圣经里面 也有提到 撒旦就是 这个 这世界的神 这世界的神呢 在《勞加福音》呢 四章 五节 六节 七节呢 他也有说到的 就是 耶稣 被 圣灵引领到 这一抗野的时候 魔鬼来试探 耶稣的时候 我来读一读 《勞加福音》四章 五节 六节 七节 《勞加福音》 这个 讲到 这个世界的神呢 这个魔鬼 又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那种的能力 第七节说什么 《勞加福音》 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得着这个世界的权柄和荣华 他要的是要圣咒上帝的救恩 在天上地下 一切的权柄 是上帝所给他的 在高龙多后书四章四节也都说 此等不信之人 避这世界的神 弄黑了心眼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有一些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神呢 就弄黑了我们的心眼 不叫我们与基督的荣耀福音 被光照 甚至呢 我们就不来到 去跟随神 不来到去相信神 这个在高龙多后书四章四传讲的 也就是讲到的 圣经所提到的 这世界的王 是什么意思呢 是讲到这个 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 是歪曲在这个世界 那个制度上的 在这个若看福音十二章三十一 这样说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到归岸 第二节 三十二节呢 是讲到耶稣所讲的 他要被万人来到举起 被万人来到认识 被万人来到高举的时候 世人都明明白白看到上帝 看到耶稣基督独生儿子的作为 这样也都圣经有讲 撒旦是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以乎所书一章二节地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谁从今世的封属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背翼之子 心中云行的邪灵 很多时候 他在撒旦的工作里面 在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意思 就是在我们的心中 来到上上的 来到歪曲 将我们那种爱主的心 将我们原本属于神的心 来到歪曲了 撒旦 这样撒旦在这个地上 他要达到所做的一切的破坏 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他是在人的肉体上 精神上 这个撒旦要做控制 压制 还有带给人的苦努 他要控制人的心思意志 来占有人 完全占有人的灵魂体 来迷惑人的 来破坏人与神的关系 进入到这个永死的里面 而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进入永生 但是撒旦要破运我们 跟着他要进入这个永死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重点里面 我们就要知道看到的一件事 我们会不会被撒旦而迷惑呢 或者我们说被撒旦迷惑的 今天的特别的事情呢 我所看到的就是在后面说呢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呢 在这里做交跪 我们会不会去到这个庙里面 去找同机来问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呢 在我们这一个环境里面 或者我们特别需要在经济上帮助的女士 我们会不会去跟一些沙旦之旅 或者沙旦的福音里面去拿字呢 这个呢 在我认知的里面呢 在我所知道的里面呢 有一些人 有一些兄姊妹 他仍然因为他还有这个怀习惯 他很想去从这个四个字里面 拿到这个字来中投标的时候呢 不知不觉呢 他就会来到向沙旦拿字 我是去拿字而已 没什么所谓的 我拿字来买的而已 我不是跟沙旦有什么交情 其实呢 这个我们已经是打开了 一个熟灵黑暗的破口座 占卜 很多时候我们说占卜 在牧师教导里面 在圣经教导里面 或者是说我们看的这个荷兰牌 三世书 或者是说我们首长述 这个我们都绝对不会去做 但是我发觉 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注意的 近来在网上的里面 在网上里面 在Facebook里面 我们很幸的 一个游戏 我们只是按一按 啊 你是可以知道你有多少个子女 可以知道你的真灵天子的 另一半是怎样的形状 可以知道你的未来 可以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的 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发达的 当然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只不过是带着一个游戏的心 他在前面的网络 知道是一个网络 他都仍然不躲避 因为他的心呢 是投入他的时候呢 他就被恶者呢 跌入恶者的网络里面 所以呢 同样的 我们是很小心的一样东西 我们再印用一段的经文 在希伯雷书二章 一到四节 希伯雷书二章一到四节 是这样的 他说 所以我们当若法定众所听见的道理 即是我们的真理 这个说的 恐怕我们垂流失去 不要因着 垂着这个顺流里面 这个喜好里面 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不知不过 就失去了我们的救恩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是确定的 凡干凡背翼的 都受了该仇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麽能徒罪呢 这救恩 起先是主 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了的 神的 又按他自己的旨意 用神的其事和百般的愿能 被圣令的恩赐 同他们作权正 这个他们就是当其是 希伯雷 因为书当时的那些信徒 也都提醒我们今天 不好 不好的 失去这个救恩 不好的忽量 以至我们呢 在这个 很贵的救恩里面 失去我们这个 永生的生命 那基督律呢 我们呢 做我们的基督徒 必须清楚知道的 真正的信徒呢 是不会被邪灵 扶起的 或者扶生的 因为圣灵呢 我们知道 当我们开始信耶稣那天呢 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 它是一个认证来的 所以呢 当你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 基督的人呢 圣灵 是不可以来到 扶在你的身上的 对不起 不是圣灵 是斜灵 是不会来到 谁扶在你的身上的 所以我们不必在惧怕中 失去信心 也强调撒旦的角度 哎呀 为什么某某人 会被邪灵 似身啊 哎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信耶稣 还会被邪灵 伏身啊 伏底呀 不是的 弟兄姊妹 并非是这样的 是问题 要问我们 是否我们是真正信徒为主 是否我们是否跟从祂的真理 这个才是重点 在基督大能的里面 我们相信呢 因为呢 圣经同学来说呢 他是圣过撒旦的 完全把撒旦来到打败的 信徒 同样的 今天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 可以圣过撒旦 重点在这些书呢 在《以弗所诸》一章三节到七节 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 我还给大家听 愿宋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刺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 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简选了我们 这个是重点 刚才呢 我们所读第三节的时候 神已经刺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第四节里面 跟我们讲是简选了我们 叫我们能够盛为盛结 第二节里面 重点说的是 藉着耶稣基督 我们信耶稣之后 得着儿子的命分 在大六节里面 神赐下这个荣耀的恩典给我们 第七节 重点跟我们讲 以不所思说的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补血 得蒙救赎的 果凡得以赦免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惧怕 撒旦在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的意念里面 做偷撤毁坏的工作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指纹 因为耶稣补血已经买熟了我们 好 那我们再看的时候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也说到耶稣在抗野里面 圣我撒旦 重点的 是给我们看到更加清楚的三方面 耶稣在哪一处圣我呢 就是在灵 云体里面 都圣我去撒旦的 灵是今生的骄傲 云是眼目情欲 体是欲体的情欲 所以我们可以信耶稣的人 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同样能够圣那三方面的灵滑体 圣经也有提给我们听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里面说 我们必须去了解 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上 会面对这个黑暗的角度 甚至是这个黑暗的战场 但是我们无需具怕 因为我们的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刚才我所说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即是代罪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圣过 我们略略的 来到有记录 是不方便的 怎样都圣过 圣灾呢 因为靠着我们的主 在这个十字架的大能的里面 我们看到是可以圣过罪恶的 我们的主已经圣过罪恶了 我们也都可以靠着主可以圣过罪恶 我们的主是圣过疾病的 我们也都可以靠着我们的主 圣过撒旦所来设下的这个疾病 我们也可以靠着主能够死 圣过死亡的 这个死亡我说的是灵魂的死 这个是永死 我们仍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永生的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圣过这个世界的王 我们可以有 也都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有 上帝所给过我们同样耶稣的 就是天上的地下的权柄 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 我们拿起这个权柄的时候 我们同样可以靠着耶稣 来圣过撒旦 另外一面的信徒可以圣过撒旦 还有呢 刚才我有讲到的 我再提一提的 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所住在光明的国度 我们是与基督有一天同坐在天上的 这个是我们是儿子的身份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武器给我们呢 在圣经里面说 有的 信徒和有的神秘国 我们必胜的武器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三十四节 讲的就是神的道 另外的就是有这个 刚才我所说的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是属于有这个属灵权柄的能力 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 是大有能力的 当你用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 或者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的时候 是大有能力的 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 但是在这个属灵天空里面 已经大着这个能力了 这个权柄已经给了我们 也都是靠了耶稣的补血 靠了耶稣的补血 我们能够圣个撒旦 也都有更加清楚的 在我们内心里面有圣灵的能力 神跟着在《以法所书》六章十字十八节里面 我们说 神赐给我们所有的全副军状 所以我们可以回去看《以法所书》六章十字十八节 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状 我们必定要披上 我们就可以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天天各着德性撒旦的生活 天天各着在德性的黑暗的国度里面 尹姨妹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处 我们要做一个祈祷 生日的主 多谢赞美你 你是爱我们的 你是赐福给我们的 神虽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又给我们清楚知道有这个黑暗的国度 甚至是撒旦的势力有这处 但是我们不惧怕 因为神你清楚给了我们 得性的很多方面 从神的画里面 从你的教导里面 来到建立给我们 我们的信心的更加的强大 更加坚定的 来到在主里的里面 感谢赞美你祈祷交托 帮耶稣基督得性的名来扣 Amen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